疫苗女王高俊芳被捕习近平快海震怒,性质恶劣组图,看中国记者苗威综合报道,近期疫苗造假仪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处于舆论漩涡中心的长生生物董事长高俊芳和四名公司高管被带走,出访非洲的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也跨洋作出指示要求相关单位一查到底, 严肃问责7月23日上午,山东省疾病防御控制中心,在官网发布文章称,已经查明,2017年长生生物子公司长春长生不合格百百破疫苗去向,该疫苗已接种超过24万只,涉及超21万儿童。 7月23日下午15时,长春新区公安分局依据吉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涉嫌犯罪案件已送输,对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动肝人,用狂犬病疫苗涉嫌违法犯罪案件迅速立案调查, 将主要涉案人员公司董事长高俊芳女,和四名公司高管,带至公安机关依法审查,同日长生生物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证监会立案调查。 据中共央视报道,仍在国外访问的习近平,23日晚间,做出重要指示,指承生生物科技违法违规生产疫苗行为,性质恶劣令人触目惊心有关地方和部门,要高度重视立即调查真相, 一查到底,严肃问责此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2日已做出批示,要求国务院立刻派出调查组对所有疫苗生产,销售等流程,生产链进行撤查力求尽快查清事实真相,不论涉及哪些企业,哪些人都坚决言诚不待,绝不姑息公开资料,显示,今年64岁的高俊芳,目前身兼董事长,董事, 法定代表人,总经理,财务总监等多个职务于一身,从1994年接任长生生物总经理至今,高俊芳一直担当公司的一把手,据新京报报道,高俊芳曾担任长春高新的总经理,副董事长,同时也是长生生物的董事长兼总经理, 2004年上市公司长春高新决定把公司持有的最赚钱的子公司长生生物私有化,不顾云大科技,福尔生物等多家第三方,报价3元每股的价格,在一片争议中,以2.7元每股的低价转让,给高俊芳和亚太集团。 2006年8月亚太集团,将所持股份加价一毛,以2.8元每股,又转卖给高俊芳,如此长生生物成公司有化,只用了7000多万高俊芳,个人占59.68%,绝对控股了长生生物,之后高俊芳又通过资本运作手段,将长生生物,变成了一个由其家族控制的上市公司。 目前上市公司长生生物的实际控制人为高俊芳,张明豪,张有奎三人,分别持有长生生物18.18%,17.88%,8.24%的股权三人不仅是一致行动人,还是一家三口。 在2017福布斯中国次00富豪榜,总榜单中高俊芳家,足以67亿元人民币排名第371位,从2006年7000多万控股长生生物,到目前几十亿的身家高俊芳,一家只用了十来年次外。 高俊芳实际控制的公司还包括深圳豪炎生物科技,长春长青藤生物药业,长春外信投资管理等近十家公司高俊芳的儿子,张明豪,现年37岁现任职长春市鼎,生小额贷款。 有限公司董事长,长春市鼎申经贸有限公司总经理,长春市重园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长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高俊芳,儿媳隋佳琪在网上大量炫富的照片,成为舆论炮轰的焦点。 待舆论爆发后,被全部删除假疫苗爆发,前高俊芳儿媳在网上高调炫富,微薄图片合成。 假疫苗爆发前高俊芳儿媳在网上高调炫富,微薄图片合成。